手游酷玩 中间听到的故事以及他的记忆 已经是混为他自己的了 就是他认为他周边人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在他的身上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些 怎么说呢 这个老头思想上可能出现了一丝丝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是来到秋日森 然后秋日森林 然后需要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稍微找一下这个黄色的点 怎么说呢 这个游戏 其实大家过于追求战斗熟练度 或者是一些这个表面上的东西 就感觉玩起来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这游戏其实我个人玩起来 就给我感觉玩起来最有意思的点 就在于他本身比较浓厚的这种背景故事 因为其实默示题材的游戏友们 大家应该都玩过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丧食 或者是养成类游戏为主 像这种默示生存 然后并且背景故事玩的 就是长得比较完善的故事呢 其实是非常少的 大家可以通过里边人物的一些任务 然后来解锁人物的各种性格 就比如说我们第五商会的 刚也接到我们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他本身比较乐观 然后我们遇到的钓鱼大师 就是叫我们钓鱼的这个人呢 他就是有一种看破这个红尘的这个感觉 可能可能真的看破了吧 这个也不知道 那这位置呢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任务光点 就那个白色的 所以说这位置我只要游到对岸就可以了 在这个游戏里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大家有多少咸鱼时间 因为这里的咸鱼时间是 需要大家用这种比较空间的时间 来解锁一些什么 等会儿啊 这位置好像是我们101商会的会长 他说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 然后他的朋友说 你也是希望我死了吧 让你失望了 那么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老头 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事件 到最后大家会发现 从刚开始战斗部队长 以及科研会 还有图书馆的三个人的表现来看 他们之间是有一些 跟这个老头都有一些细微的管系 那也就是说我们101会长 他其实也是认识这个老头的 但是他跟这个老头的关系 可能有一些 怎么说呢 就有一些偏差 可能也是需要 怎么 你穿 哎呦我的妈呀 兄弟 你这个最后还秀了一下 我们101的会长 那这地方呢 归相机3.0 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牵出了另一条主线 就是这个会长 会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件事情当中 然后具体 哎呦妈呀 这天空一到雷吓我一跳啊 我还以为昨天发的都市应验了呢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 今天给大家的带游戏 依然是这个 明日之后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款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